好,这一个题目呢,它叫我们用elimination method来solve它。 然后其实我们在substitution method的时候,我们也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了。 我用计算机,simultaneous equation tree unknown这边,我输入2等于-3等于5等于2等于4等于-6等于10等于4等于2等于4等于-1等于7等于等于。 so,它是infinite solution,它有无限多个解。 然后我们在这个g的这一边的时候呢,我在这一个我输入2,1,3,5,-3,1,1,8,-4,-2,-6,还有2。 然后我拿到的是no solution。 so,我觉得这个carsio5701打差是很强的。 它能够直接告诉你它是no solution还是infinite solution。 ok,然后这个呢,它的概念是这样的。 如果我们用突然论来讲的话,这个是unique solution,交叉一个地方。 然后当它两个其实是同样的东西,我会拿到0等于0的时候,这个是infinite solution。 ok,就是infinite solution。 然后拿到两条平行的,这样有0等于另外一个号码的,这个就是no solution。 所以在这一边,这个我做到最后我拿到0等于0,或者是我拿到k等于k这样的东西的时候。 5等于5,7等于7这样的东西的时候。 它就是infinite solution。 然后这个呢,我会拿到0等于另外一个号码。 啊,这样这个就是no solution。 ok,所以在这边我们的这个是equation1,2,3。 ok,这个题目呢,你知道我们要拿到0等于0的时候呢,你就想它会不会是有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倍数。 然后你看你的equation2,你拿来除2的话,它变成2s-3t加5u等于2。 这个变成equation4,它跟equation1是一样。 然后你就直接1-4。 然后它就变成0等于0。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说它是infinite solution。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这一题,我们的这个equation1,equation2和equation3的时候。 你看equation3这个,你拿来除2的时候,它变成-2a-b-3c等于1。 然后你看这两个一样了,2ab3c,一个加一个减。 然后这个会变成我的equation4。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,我又拿equation1来加equation4。 然后它就变成0等于6。 OK。 严格来讲,我这两题我都k0j0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它要我们做的是substitution method。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elimination method。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做substitution method。 因为太麻烦了。 可是你做到最后,它就会变成0等于0。 其实你一眼看得到的话,你就不要被它限定那种东西了。 所以我是希望老师出题的时候,不要出限定题目方法的。 就好像这题我用substitution method会比较容易。 也用elimination method比较容易。 然后如果它像平常的那个2a到2d的那种题目, 我自己本身其实比较喜欢用substitution method。 特别是我们去到第三课的最后一个部分,下一个部分的时候呢, 我们用substitution method,可以讲是100%用substitution method, 没有在用elimination method的。 ok 好,f的这一边。 这一个又真的是没有某一个是某一个的那个东西。 呃,有啊。 这一个 1,2,3 so,我们看f的这一题呢, 他没有讲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倍数。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观察的话呢, 你有看到。 degeneracy 诶,2,2,1,2,1,2,2,1,2,2,2 2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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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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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1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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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3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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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1,2,2,3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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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3,2,2,2,3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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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W 0 . 等于零 所以他是Infinite solution 好 h的这题呢 我也不想用带入消炎法 我还是一样用加减消炎法 然后这一边呢 我抓到他的规律是什么呢 我抓到他规律是我拿equation2来减equation3 然后我就有2x 这个减这个2x 这个减这一个加8z 这个减这一个 他就会变成了26 ok so 减减生气 也就是7 加 19 然后是26 ok 然后在这边全部一起除2 我就有x加4z 等于13 这个变成我的equation4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跟这一个 前面一样 后面不一样 所以我直接拿equation1来减 equation4 它就会变成了0等于减1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是no solution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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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